总有人问我,现在新能源车价格降的这么猛,那现在不降价,不换代的特斯拉还有性价比吗?怎么说呢?如果你认为便宜的东西就叫有性价比,那特斯拉的确没什么性价比。但如果你认为是花同样的价格买到了更好的东西叫性价比的话,那特斯拉的性价比依然非常非常高。拿新能源车成本占比最高的电池举例,特斯拉市区长期行用的是LG电池。 那你知道同样用LG电池的车都是什么车,都卖多少钱吗?保时捷、泰坎,售价100多万到200万,用的是LG电池,还是比特斯拉的选注电池更便宜的软薄电池。 劳斯莱斯·散灵,三星电池,三星和LG电池几乎是同级别的电池。奔驰早期的高端纯电动车用的也是LG电池,售价都是近百万级别的,现在降价降的不得不换成宁德时代了。 再看特斯拉,你用不到30万的价格,就能买到别的车上百万才能用到的电池。 你能说特斯拉的性价比低吗?只看价格,不看里边是什么东西吗? 特斯拉成本最高的部件都用的这么好,其他低成本部件就不用问了,都是世界最顶级的,都不便宜。 所以很多人嫌特斯拉的维修成本高,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真正好的东西本来就都不便宜? 特斯拉只是通过极致的研发效率,极致的生产效率和极致的管理运营效率,把特斯拉最终的售价压得很低。 如果按其他品牌的定价逻辑,特斯拉的价格起码要翻一倍不止。 所以还认为特斯拉性价比低的小伙伴,请你们回答我以下几个问题。 有哪个20多万级别的车用了布雷伯的卡钱? 不是那种卡钱壳子很大,里边的刹车片很小的那种。 有哪个20多万级别的车用了德国海拉的透镜和三星LED的矩阵大等? 有哪个20多万的车用了1700兆帕的马斯体钢? 有哪个20多万的车用了三层六片绿系的防生化武器级别的空气过滤系统? 又有哪个20多万的车用了一法半导体的高功率碳化硅单元? 那几乎是世界上体积最大的碳化硅芯片。 特斯拉一个电脊一口气用了24片。 还有哪个20多万的车? 齿轮箱里头一共六个轴承,用的都是瑞典SKF的轴承。 四个车轮轴承都是日本NSK的。 懂轴承的同学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大家,SKF和NSK在轴承界是个什么地位? 其他的轴承跟他们的差距有多大? 特斯拉里太多太多的好东西了,不一一列举了。 就这么跟你们说吧,我当年是35万多买的特斯拉Model Y市区长驱行, 之后我睡觉的时候就总洗液。 为什么呢? 因为我经常半夜把自己孝性。 哈哈哈哈